2018年的春节党口碑最好的还是内部让人热血沸腾的红海行动了 片中不仅出现了各类的飞机大炮甚至还有军舰坦克 但是作为一位老司机想必看了这部影片的小伙伴们 你们应该在里面发现了那熟悉的身影汉马 汉马在1991年的海外战争中表现出了太优异的性能 再加上各类的影视作品烘托 汉马这个牌子逐渐在军队和民间赢到了很好的口碑 强大的性能再加上越野车的通过性 塔纳经典的外形也变成了各大车企真相模仿的对象 红海行动这么一部军律题材大片自然不能少他身影 像影片的一开头特战队员们就是乘坐着汉马驶入交战区 一排整个汉马车队 载着我们国家的特战队员在战区穿行 他的队员在刚猛霸下汉马车传托下 显得更加让人鞋沸腾 其实汉马也曾经出现在民用的舞台上 也发布过民用信号 可是后来汉马犹豫各类的原因 宣布停产民用车了 无论以后汉马是否还会归来 但是我相信他给我们带来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 感谢lam 杀伟贽